民歌迴響永續傳承音樂會 在金山灣區喬教中心盛大登場 當天有三十位歌手演出 加上樂手十人 半唱二十人 帶給現場近六百位觀眾 一場難忘的音樂饗宴 活動同時邀請到臺灣的民歌手 現場多首陪伴大家度過青春歲月的好歌曲 在喬委會贊助支持下 由美國加州排舞協會 與J&T Family Foundation共同舉辦的海華文藝祭 民歌迴響永續傳承音樂饗宴 今年邁入第三屆 喬委顧問黃本初 同時也是這次活動總召集人表示 舉辦這場校園民歌音樂會 主要是希望以民歌帶領大家 回憶校園青春時光 也希望鼓勵喬社年輕一輩 認識民歌 熟悉文化 進而傳承 駐舊金山辦事處長馬忠林 率先現唱兩首羅大佑的歌曲 童年以及練曲一九九零 引起熱烈迴響 民歌發源自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後 激發臺灣年輕人自我覺醒 此時大家不再高唱西洋歌曲 而是喊出口號唱自己的歌 引發校園民歌熱潮 並於一九八零至九零年代 風靡全台 當天邀請多位貴賓 包括金運獎得主王新蓮 以及青青合唱團指揮張智珍 分享他們參加金運獎的趣事 兩位民歌前輩的出席 也使得活動更加圓滿 歌手一共現唱三十多首 校園民歌 包括侯德健的《歸去藍溪》 李太祥的《橄欖樹》 每段旋律都是回憶 最后大家合唱《拜訪春天》 和《奔放奔放》兩首歌曲 在高昂的氣氛中結束了這次民歌盛會 臺灣宏觀電視潘桂梅 美國聖河熙採訪報導 請多位貴賓 請多位貴賓 感谢观看